丁一集,我们说台记就是汉化的明月语。 古月语,我们也要多少了解一下嘛。 这个古月语究竟有多古啊? 您怎么知道天干地支是什么发明呢? 福西是吗? 福西是什么人? 福西是古月人耶。 第一版的天干地支是由古月语去缤分译出来的。 就长这样啊,您怎么看有? 您去看资质通鉴里面的天干地支, 就是用古月语的版本啊。 史记历书里面的些贾银,不是些贾银哦。 它是些烟缝语的提格哦。 因为这是用汉字去音译古月语, 所以有当时也出现不同版本。 像有汉书是用烟缝啊。 尔也就去记到这个版本嘛。 祖本古月语原版的天干地支, 不是紫丑银帽贾伊丙丁。 这是后来才拿汉字出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贾银, 那些贾银都是忘字生意说故事啊。 至于八卦,这本的字也是古月语音译啊。 乾坤这两个字也是后来造字的啊。 再经过周恩王延伸成六十四卦, 所以离为什么是火砍, 为什么是水, 这个真的不必解释啊。 那是福西市、天地人、三皇都是古月人啊。 文化出现有先后, 文明也是有起有落。 当上古时代的古月人, 有易经八卦, 有天干地支, 懂治水、会农作。 那东西所谓的汉人还在蛮荒中耶。 古早时汉人的文化, 就是古月人这样一点一滴听出来。 家属你如果在疑问说, 嗯?这些历史、这些古文是怎么以前的老师都没在加呢? 是说教科书在改也不一定是真的啊。 咱近近都提到过在西晋的时候出土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 和最竹书纪念, 这真正是被带进坟墓里才没有被烧掉的耶。 因为每一代执政的皇帝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啊。 就说一个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根本就没有遥顺与善让王位这种事情啊。 卖宫竹书纪年的作者是谁已经不可考, 想不含妃子也知道事实啊。 就连每天喝酒望明月的礼拜都知道, 台湾人怎么可以不知道。 家属你如果在疑问说, 诶,实际呢, 那实际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啊? 哦,那讲究队啊, 六月都下雪哦。 你知道司马迁有多惨吗? 他不照皇帝的意思写历史, 皇帝就把他鸡鸡剁掉耶。 哎呦,哪个皇帝这么变态啊? 啊,和五帝啊。 这关被枪指着头写出来的历史, 要参考就要多方求证啊。 我们回来说主题, 古粤语的文化要用音译耶。 因为一直到战国时代, 古粤语跟一般中原在讲的语言没办法沟通啊。 古粤语就像是团了嘛, 但还是可以抓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他的话说起来点黏, 也比较快,也比较近。 他不然是多音节, 他的词汇和汉语比起来也颠倒。 好比说中文说台风, 古粤语就会说风台。 嘿,这是古粤语的特色啊。 你说这个稻妆词不是汉语? 那这不是咧。 我们就先把稻妆词跟稻妆句分清楚。 会把副词跟形容词放在后面。 这是古粤语这么有的特色啊。 目前有这种稻妆词语法, 只有这四种。 其中除了少语被归类到南岛语, 剩下的都是古粤语发展出来的语言啊。 古汉语是会把主语、卫语、定兵语前后颠倒。 那不是这些稻妆句, 古汉语没有稻妆词哦。 但是现在有人跟你说这就是古汉语, 现在就帮你来做他的老师啊。 如果要研究古粤语, 有一个很重要的史料一定要来了解啊, 就是粤人歌。 相传这是楚康王他们小弟去坐转的时候, 去嘟到一个船夫跟唱情歌。 就因为听不懂, 就请身边的翻译帮忙。 翻译出来后呢,感动到不行, 所以也算是告白成功啊。 这算是汉语史上第一首翻译的情诗啊。 到汉语的时候, 就有人用音给记起来。 所以这首粤人歌就变成 研究古粤语很重要的史料。 意思代表还是这样啊。 这也反映出, 在战国时代各国的语言是不通的。 那楚粤不通哦。 楚国跟中原也不通啊。 那已经释团的楚语, 它在讲的是什么语言呢? 现在也只能为楚词里头头的整理啊。 那楚国的来历又众说纷纭。 不过一定是楚国在讲的绝对不是中原的语言啊。 像孟子这款读书人, 都嘲笑楚国人在讲话像叫我叫的。 甚至说一直到唐朝, 楚语都一直被笑成是蛮语啊。 自古以来, 中原一直都是很排外的。 在战国时代, 楚国的地位只比越国好一点。 那东西的楚国人, 若是要让孩子去误齐国的鲁语, 那就不像我们现在的人, 要把孩子送去美国去误英语的一样。 那就要贵族教材料啊。 在这春秋战国时代, 无论货币乱,文字乱,语言也乱啊。 是怎么研究这个古粤语会这么重要? 现在被归类出来的七个方言, 除了北方方言, 还有声势很离奇的客家话, 今天先不谈以外的。 包含成分很复杂的江西话, 都跟古粤语价格有关系啊。 只有基中的湖南话, 关系是比较间接。 咱先来了解吴语跟古粤语的典故, 那渊源可生了。 想早吴国在讲的语言, 若不是古粤语, 那就是很像古粤语。 所以这东西也没有吴语这个名词啊。 而且吴这个字, 他族本也不是一个族名啊。 它是到春秋时代开国叫吴语。 吴国开国第一个名字叫做高吴啊。 在来行的一看都知道这是古粤语的汉字音译啊。 那么吴国这个开国君主周泰伯, 他姓姬耶,是皇帝的后代耶。 他开个国怎么会用蛮族的古粤语来立国好呢? 我们当时不介绍到, 白岳在汉话以前, 他的文化习俗跟南岛语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其中外表更看得到的, 就是文身剪短法嘛。 你看周泰伯在建立吴国链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就是抛掉汉族的习惯, 文身断法回复古粤人的习俗。 诶,怎么会这样咧? 咱来看史记怎么解读。 史记是说周泰伯眼看王位已经轮不到他了, 他就跟二帝两个人文身断法头奔蛮族, 表示再也不回去把王位让出来。 然后蛮族就好高兴哦, 赶快拱这个外国贵族当王。 这说的蛮族就是在说古粤啦。 这段历史很多人都觉得怪, 所以这个泰伯奔吴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花式解读啊。 是说古粤人的故事甘得好处理, 这样就感动到千瑜伽都跟随了。 这怎么看怎么怪啊? 您怎么知道夏朝怎么称呼古粤? 夏朝称古粤叫鱼粤。 根据出土的古粤青铜器上面的名文显示, 鱼粤这两个字是古粤人对自己的自称哦。 是说这些考古结论是很正代才有的, 但是也滚了十年了耶。 问题是大部分的证实都是用汉角度在下的。 参加周泰伯会断法文身,总要给个交代嘛。 只是实际给的交代也太草率了吧。 我们现在已经回来说吴国在说的是什么语言啊? 属于这像吴国跟古粤根本就同根同源啊。 同音共律和语言通。 如果不是古粤语, 那就是很像古粤语。 只不过吴国在说的这个语言在历史上也不断地历经变化。 而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 吴语这个名词才正式出现。 而直到唐宋的时候,随着江南这个地方繁荣了, 吴语也就夯起来了。 那祖本的吴语跟古粤语是同音共律。 结果不但经历了汉话, 而且有很多音都被中古的唐宋音给盖掉了。 但是到现在,你还是能在吴语里面找到一些古粤语的词汇。 有部分的吴语方言会把古粤语的人拿去当作第二人称, 就是他们现在说的语,这是我们现在说的语言。 那共同点就是多音节都变成单音节。 若是比较古早时的上古吴语,就还保留了前缀音。 他们的第一人称,单数跟负数是同一支, 发音给最恶恶,那就是我们台语的语言。 说到这个吴语的变化,过程还有一个变数。 当吴国战败灭国一熬,楚国就接收了吴国的领地, 所以在这个时期,吴语就因为楚语而产生变化。 我们上一集有介绍的杂菜名的杂,这就是吴楚两国在说的方言。 你还记得粤人歌吗? 祖本的楚语是没有办法跟吴越这边沟通的哦。 是从楚战的吴帝以后,这两个语言才开始交流了。 所以到这里,念楚语都去北京古粤语, 也算连带去影响到湖南话。 湘语,那是楚国被灭掉了以后就逃亡到湖南, 落地生根产生的语言。 至于我一直要讲到的江西话,你看它的地理位置你就知道。 它是历史上所有的民族迁徙的必经路径。 所以它里面什么都有啦? 它跟北方汉语、南方粤语甚至客家话都有相似度。 甚至有人注定说江西话要拉出来变成独立的语言。 至于粤语,这就要去讲到秦始皇当初去占领广东广西的时候, 当时的副将军叫做赵驼,在秦朝灭国了以后, 他就走来这个百岳族的地盘建立了南粤国。 所以想找这个地方的讲话也就是古粤语啊。 也不过,庚当这个地方跟北京最大的不一样。 是北京很难进去,但是广东很容易进出啊。 所以历代南迁的人口几乎都到这里来了。 而且它对外的港口是门户大开啊, 所以很容易接受外族语言的影响。 反过来讲,也很容易把语言传出去。 所以现在的粤语已经不是当初南粤国在讲的语言啊。 不过我们刚才也有说到,粤语到现在还保留了当初古粤语的道庄词啊。 在这里又提醒一下,道庄词是古粤语才有的。 汉语没有道庄词哦。 这两个差一字,这等差九条。 至于客家这个名词,它不是地名,也不是种族名。 它的内涵就跟这字面上的意思一样。 因此为其他地方集结到广东这里来生活的外来客。 哈嘎这个名词,那是一直到1933年,由罗湘林提出来, 才正式成为这个民族这个语言的称呼啊。 客家这个语言跟这个族群,它是一个很复杂又特殊的存在哦。 今天先不谈,咱拉高视角,纵看这七个方言,咱可以看到南北方言并不平衡。 虽历史历史历史,在这北方的方言一定比较强小。 自古以来,南北战争,南方打赢的例子,那真的比较少见嘛。 所以这单一支的北方方言,就占了七成以上的人口。 而剩下其他的方言,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不同程度的汉化。 即使汉调地进行的汉化,事实上就是一种文化侵略。 这一公站在汉族本位的立场来看, 就会把汉化说得好像给人家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礼物一样。 有很多方言,它只是被汉化了,但现代的语言学通通把它们归类到汉藏语系。 所以现代的语言学分类,它不见得能够反映事实,也不可能忠于历史,那就更没办法拿来素本追缘。 七个方言里面,这个北方方言,以及包含它所有扩展的版图。 这些是我们现在广义在说的中原汉语。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说台记就是古代中原传下来的语言。 那现在你们就知道这不是事实了。 那现在就来说,古代时的古月是怎样没去的。 在战国时代,那越国是不利亚强盛哦。 所谓战国七雄,齐楚秦,燕含赵魏。 诶,那越国呢?当时六国都瞧不起秦国了,谁看得上你越国啊? 然后等秦国崛起,他还瞧不起楚国呢? 然后统一天下,他把所有的文字全部废掉, 却只留下越国人的鸟转体。 Why? 这有时间啊,人直接说,之所以会互相瞧不起。 这就不是国力强不强的问题啊。 那东西越国的版图仅次于楚国, 也不过在诸侯当中的地位很低啊。 在这隔壁的楚国,根本把他当成奴隶在使唤啊。 可能就是这样心里累积了一股闷气啊。 结果越国,他就大头正说要去打齐国了。 齐国在在战国时代算公是天龙国耶。 我觉得他是有点瞧不起越国。 你要来跟我抢赌,你也要先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叫小。 齐国都四两拨千斤,连手都不想碰, 直接操弄楚越的矛盾。 他就跟越国说,啊你打我干嘛? 给楚国那么近你不去打,你那么厉害你随便打都赢啦。 啊越国就真的去打了耶。 结果我们都知道啊,动战跟咪咪咪咪咪啊。 这开始也是越国从此步向撩连的错误第一步啊。 啊战败了以后,那有齐鸟走回去的都跑到福建啊。 后来秦国统一天下,要灭掉楚国的时候, 敏玥还有去帮忙补刀哦。 那真正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啊。 在敏玥,我们先不要说,那东西有一部分的百岳是很不服秦朝的。 结果就让秦始皇赶尽杀绝,最后应该也是往台湾逃啦。 我们上一次就介绍到,这位教授在推论在战国时代结束的时候, 就有一批大陆的移民到达台湾啊。 我在想,应该就是这人啊。而且他们有的还跑到琉球去哦。 秦始皇也很惨的,本来连敏玥都要用完就杀哦。 结果还是因为福建这些地形实在太难搞了。 所以就把他设一个民中郡,让你在那些地方自治。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台记在说的叫小号就是这个字啊。 我们现代人都在追求Model的九头身跟头小联小嘛。 但是古早时的人是要头大脸大呢。 你站出去不才有班。 你敢有影响吗? 这个运母,我们正前都有介绍过。 它跟配叫,还有外叫,同一个运母。 这个运母在中文环境很容易被忽略。 中文语用习惯的人要发这个音有点难啊。 可以把这个字当作是愿望的人赶快回头试案啊。 我们要注意哦,这个字在动词跟名词是念不讲音吗? 我们回来说,后来秦朝一会要发起了。 在出国要复国的时候,敏玥看风向不对, 就跳出来帮项羽在秦朝背后砍一刀。 到后来处和相争的时候,敏玥又挖起刘邦那边, 跑到项羽背后给他来一刀。 所以你说这个敏玥实在,真正没话说的。 但是敏玥运气比较好。 这次赌到汉朝就有良心。 汉高族就建立了敏玥国, 让他在南方当个小王。 从此敏玥就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太平盛世。 后来是怎样会无价去用灭族呢? 那真正就是民族性自作孽啊。 咱先来看隔壁的南岳族, 一太平盛世就愈发壮大, 大到一个程度就欺压敏玥族, 最后还想自己当皇帝。 后来南岳的气焰总算被压下来。 结果又拥敏玥在作乱啊, 说出兵要去打南岳啊。 那当时是汉武帝呢, 汉武帝不是那么好暗大的。 咱家的边境小国在那里乱, 没第二句话就是灭掉啊。 后来是敏玥自己见状不对, 自己搞定赶快认错啊。 那你就暂时没事情。 啊你们看哦, 台记在说的大心是这个字哦。 这个字是都聚不聚哦。 自根是从辈哦。 怎么说都是在说有价或者物质的东西。 别听到有没有乱说啊。 是说汉武帝暂时息怒的这段时间。 啊这个时期的敏玥日子就越过越好。 啊算我隔壁的南岳被他踩在脚下。 这两个储逼在那轮流在火上糟蹋啊。 太平日子这么多久, 隔壁的南岳又在争权内乱。 那这次汉武帝就不忍了嘛, 直接下去杀啦。 那你们知道这个时候敏玥族做了一件多么贱的事啊。 他去跟汉武帝说,啊你要杀南岳哦。 啊来,我帮你。 汉武帝就跟他说,好哦。 结果等到南岳都已经整个被灭掉了。 敏玥从头到尾看无人,完全放汉武帝鸽子耶。 啊这又不严重了。 敏玥在整个过程跟南岳在那里齐齐齐齐齐呢。 疑似在那里反间谍。 但实际应该是想要两边压宝啊。 啊这就是森林大战的蝙蝠啊,有没有? 人类最古老的行业,除了嫖、都、印、以外的, 最久的就是间谍啦。 啊你觉得这瞒得了汉武帝吗? 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 敏玥又有一个出头说他要做风帝啦。 连玉玺都磕咯。 而且他要致敬汉武帝, 他也要叫自己武帝耶。 我在想这应该盘算很久, 而且汉武帝早就知道了。 所以汉武帝一趟下来,头都小了, 脚也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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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的嘛。 所以就发生去担心了嘛。 敏玥就从此消失了。 组本汉武帝还一度挣扎要不要打。 因为福建这些地形真的太难搞了。 所以后来, 不才会把剩下的人全部赶到江淮。 这样不才看得到。 因为敏玥这些民族实在太反骨了。 在在统治者的眼中, 福建就变成治安死角。 所以你说这个敏玥放到现在来看, 它就是反骨卑鄙白眼狼心肌闺蜜绿茶表。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检讨被害人。 北京文化眼镜就是丛林法则。 它这样反抗也是为了求生存嘛。 但是你大头正白目也是熟悉的。 敏玥是一个忠诚度很低的变色龙, 可以不断地重设理念,改变立场去求生存。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内讧。 因为每个个体都有每个人的利益嘛。 但为历史来学教训, 才能阻止继续让性格来决定命运嘛。 汉化这件事,除了背后必然的历史因素, 还有促其发生的动机, 里面每个民族的民族性反应都不一样。 这三个因素会决定这个汉化的模式跟程度。 但是我们不是说汉技, 我们是说汉籍。 哦,那就很早就开始了。 但那其实说不上是汉化呢, 那就是把古粤语用汉字来翻译它的音啊。 就跟天干地支还有乐人歌一样啊。 后必公出土的乐王勾剑的一把剑。 剑上这八个字, 其实就是古粤人在使用第二外语而已啊。 至于名词,那就是翻译了。 粤它不是汉语, 无也不是汉语, 就像美国的美也不是汉语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是怎么说古早语这两个粤都代表古粤啊。 因为港英嘛, 就好像美国咖啥毛人翻译做米国一样啊。 这类英译的古粤语, 在古文里大部分都是以名词的形态出现。 所以那些东西也没去影响的古粤语。 那真正要说文化侵入性的那种汉化。 即使到了秦朝, 当时汉化的动机还不成立啊。 真正语言的汉化, 那是汉调开始的。 因为汉调的外交政策, 就是用汉化来交换条件。 所以你看明月南月只要乖乖的, 日子都过得特别好啊。 汉化这件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尤其同样是去让汉武帝征服, 去用强迫汉语来自的高丽朝鲜。 它俨然就是一副关灯闭眼, 就当是被鬼压。 啊,灵魂还是自己的啊。 啊,你看明月, 多音节不见了, 音调不见了, 甚至说念你讲话的鬼口都迎合汉语了。 这就只能说是缘分啊。 汉基是很强大的文化资产, 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东西, 绝对是沟通的重要载体。 当汉族强势, 被吸收周围这些所有的语言, 碰到的最大的困难。 第一, 就是发音太呆板了。 所有接收汉字系统的语言, 都被迫变成单音节。 属这上想早的甲骨文, 也不是给现在的汉语用的。 所以是怎样研究出来, 上古的汉语是多音节。 过来, 第二个困难, 是不同语言的词汇, 没办法平行转移到汉字上。 好比说心色。 这两个字, 你为汉语来看是完全没道理的。 你若是认识要解释, 顶多就是解释成疑人嘛。 但是台记在说心色, 那仅仅是这个意思而已。 不然嘛, 所有跨语言的翻译, 都会删成这种无法性亚达的死角嘛。 还说台记这句咖哨很流量的, 你就不可能在那汉语里面找到电故嘛。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台记把所有长形蛇状卷曲物, 都把链做流, 包含好流, 还有狗子的味流, 都是这个流啊。 你看狗有没有, 把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鱼类凑在一起讲, 感觉就像在骗小孩一样。 虎流就是有虎秋, 不知何嘴虎流啊。 古月族是蛇崇拜的民族耶, 所以蛇的异象跟图腾, 充斥在日常的词汇里面, 那是很正常的事啊。 啊这又是倒有质的哦, 好比说老狗, 这哪有质? 这也是为古月语来的啊。 古月语的发展, 比中原的语言早了不止一千年啊。 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个考古懒人包, 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就在江南这个地方, 曾经发现过一个上古遗迹和最良主文化。 这个文化比殷商文化早了一千多年啊。 江南这个地理环境绝对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发展文明嘛。 它出现了人类史上目前出土最早的水坝系统, 一东西也是最早的巡化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啊。 也不够熬来, 梁祖文化就消失了嘛。 推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大洪水啊。 所以我们才发展水坝工程啊。 根据出土的文物比对, 而后梁祖文化就四散移居了。 进而还可能催生了殷商文化。 因为早了一千多年啊, 有学者认为殷商的饕铁文, 是为梁祖文化的寿命文来的。 显记公梁祖文化的文字, 那真有可能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 那么这个梁祖文化是什么文化呢? 根据2007年上海复旦大学的DNA检验结果, 梁祖文化若不是同代语族, 那就是南岛语族啊。 而我们这边就先插播校正一下, 正前有访客和我记得说这个同代应该念作动代。 嘿, 又说到梁祖文化的DNA研究显示, 它不是动代语族, 就是南岛语族。 后来在梁祖文化消失了以后, 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 叫做马桥文化。 是说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民族, 时间点上也无接缝。 西安庄有部分的学者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文化的。 像主要的关音, 是曾经让人非常惊叹的梁祖文化, 到了马桥界的时期就已经人是全非了。 虽然说这两个文化有继承性, 但是马桥文化明明是又过了一千年, 但是它的文化精致度却反而好像退化了一千年, 也以至于梁祖文化最让人惊叹的欲, 到了马桥就完全没有了。 曾经那么让人惊叹的梁祖文化, 何以到马桥文化却好像退化到原始状态。 其实只要对世界历史比较了解的人, 对这款事情就比较不会大惊小怪啊。 一个文化族群退化一千年, 这很正常好不好?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国家, 它刚好在丝绸之路的动线上有钱到要靠北, 更借助到希腊当时非常先进的水利系统, 把农业搞得妥妥妥的, 全国上下其乐也融融。 到了1226年, 这个国家被成吉斯汉整个灭掉了, 那还顺手把当时非常完善的水利水坝系统全部毁掉。 当时估计全国大约150万人没有被杀死也全部被淹死了。 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甚至比商朝还要更早就出现城市的这个国家。 麦公文明退化一千年啊,从此再也爬不起来, 甚至到现在都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啊。 而且回复之路遥遥无奇,尤其它最近有到随小, 叫塔利班侠持,你说它感到明天。 嘿,这个堵到成吉斯汉的倒霉鬼,就是阿富汗啊。 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拉个五千年。 你想像有个考古学家,去挖到塔利班政府下的阿富汗文物, 然后去比对1226年以前的阿富汗, 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文化。 因为哪有可能会退化一千年呢? 那个生活用品都不精致了。 虽然看起来还是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看上去都好粗糙哦。 嘿,差不多就这个阵性了。 而接续在马桥之后,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越国啊。 我们为马桥的营若就能了解, 是怎样越国人都一直被瞧不起啊。 但是明明你们在瞧不起人的, 你们的文化就是人的祖先去把你们听出来的。 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矛盾啊。 与其去斟酌为什么马桥没有梁祖的玉文化, 不如去深究梁祖的玉文化是哪里来的。 您怎么知道三星堆就挖到跟越南出土的玉一样的文物耶。 所以现在两边在吵不完啊, 不知道是谁去传给谁的。 不管是从DNA的结论来看, 还是从出土的陶器文物来看, 两种文化必然是南方的文化, 甚至包含它水稻的原生种也是南方带上来的。 再退一万步讲, 人种的迁徙也是南方上来的。 所以在几个可能性的推测里, 像有可能的是梁祖文化第一批人是为中南半岛这边起来。 最晚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就来了第一批人, 最后走到江南这个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形成了梁祖文化。 就是古早时的古月, 以及后来的百月, 甚至说也有可能是南岛羽族的祖先啊。 怎么说呢? 我们上次在说的台湾原相论, 在讨论南岛羽族的发源理论, 属确实上只是学界讨论的可能性之一。 最常拿来比对的就是快车跟漫船这两个理论。 现在台湾人普遍了解的就是这个快车理论, 所谓的快车就是说南岛羽族的祖先透过台湾这个地方, 很快地散步到各地。 至于漫船的理论咧, 我就用这两位学者的论文, 他们里面的用的图片来解释, 这样会更清楚。 这是包含台湾在内的一个三角地带, 而这个大三角就形成一个共同文化区。 而在这个不特定地区的范围内, 就孕育了最早一批的南岛羽族。 目前不管是哪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瑕疵点, 所以绝对没有国际共识这件事。 重点来,目前台湾人很疯狂很热门的这个台湾元香论, 想早就是这三位学者先后提出来的。 台湾只是一个快车转运站, 真正民族的来源在哪? 您看这条红色是连起来, 真正人种的来源是来自中国东南方, 也就是两组文化的发源地。 这就是台湾元香论真正的理论原貌。 所以为什么会有学者认为, 南岛羽族跟中国南方的民族 有无法辩驳的亲属关系? 那么当学者认为, 百岛族是南岛羽族的祖先, 听起来也不奇怪了。 意思就是说, 加苏你若赞成现在台湾人在说的台湾元香论, 那你定义就同意南岛羽族的祖先就是百岛族啊。 有当时, 要把一个简单的事实讲清楚,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而当群众在集体里忙的时候, 那个是有理说不清的。 福西是古月人, 天干地支也是为古月语音译出来。 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 要继续拿河落这两个日的意淫和文化的人, 差不多该停止了。